聊聊京东 因为跟Shopify有一个战略合作 京东会用自己的渠道 帮Shopify上的品牌打入中国市场 反向地Shopify也帮京东 在美国市场上做一些合规操作 帮助它引入西方市场的消费者 京东大家最大的关注就是上个月23日 腾讯说派息 不过派京东的10日股息 其实是明天随正的 当日京东的估计是单日跌了7% 不过一个月不够 去到昨天就已经慢慢上跌之前的水平 加上今次又跟Shopify的合作 第一Jason你怎样看今次的业务合作 第二就是它其实也上10天和20天线上 京东又值得短期来说留意一下 京东我就觉得在电商股里面 或者这些科目股里面就不是说最差的那些 如果你比我选择的 我宁愿选京东都不准备阿里巴巴 但是要留意一下整个行业的情况 都还是有点压力的 这个就是牵涉到内地监管的政策 去年过了一整年那些问题 就不是说一时三刻完全解决了 极其量就是可能今年出的政策 没有去年那么多 或者措施没有那么严厉 但是不代表去年正在走那一套 今年就即时会改变 对于整个商业模式 对于电商的竞争环境 其实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之前所谓的龙头有优势的公司 相对来说是吃虧了 至于你说今次京东和Shopify方面的合作 其实对京东当然是正面 因为本身京东都希望 在之前打去一只国际的市场 比如在欧洲方面都开了自己的电商平台 另外也都说现在国内消费者 对于你说一些海外的产品 其实需求都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大的 如果你说接近京东在国内的平台 都能够引入到很多Shopify上面 一些比较出名的海外品牌 或者一些海外的商家 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 可能也都令到京东在那个竞争力上面 比起亚里亚 比起拼多多那些是更加大 所以我就这样看 这个合作就一定不会是利胆 还有今次就纯粹在一个合作协议 就没有牵涉到什么代价 又不是牵涉到什么大的收购 所以就应该对京东来说 那个影响就不是说即时会见到的 你说这个股票会不会因为这一单交易 令到它大升大跌呢 我觉得就微一点 但是接近京东就继续是营运下去了 看到它的GMV 啊 看到它的MarketShare 是否可以提升呢 我觉得它这次和Shopify合作呢 就有机会达到一个叫中上线的利好